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本节课来讲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知识 上节课我们看到了A,B,C,空置不串,False和这样的一个空列表 它们和Nan都是不相等的,我们可以再运行看一下 C就有点疲惫 很明显三次这样的一个比较得到的追踪都是False 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虽然A和Nan是不相等的 但是ifA和这样的一个ifNan 它们走的这样一个分支却是相同的,这是为什么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学习的一个知识点 当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if逻辑判断的时候 Pathlet裡边几乎每一个对象都和这个布尔值 True和False有着这样的一个对应关系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空置不串它是表示False 而非空置不串表示True 再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空列表 它也是表示False的 那么所以说对应到我们这样的一个Nan Nan这个类型它和初和False一个对应关系是什么呢 Nan永远对应的是False 那么这样的一些内置的数据类型 同学们都很好理解 但是我刚刚说了 是几乎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对象都和初和False 是有这样一个对应关系的 那么我们考虑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重要 我们自定义的对象 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定义的这个student类 它和初和False之间到底如何去对应 我给大家编写了一个小实例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这个小实例里面我定义了一个class 然后我把这个test给实例化了 并且把它复制给了这个小test 现在的小test是一个对象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来领一下我们经常对这个对象判空的时候的一个逻辑 我们经常判空的时候 就会采用我之前所讲到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以test来判空 下面我们来模拟一下我们判空时候的这样一个思路 我们经常会认为 如果这个test它是存在的 它不是这样一个空置的话 我们通常都认为 iftest这个条件是成立的 它将打印出print as 那么相反 如果这个test它的这样的一个取值 是这样一个lan的话 我们通常就会认为 它这个iftest是不成立的 以上是我们判空时候的一个基本的逻辑 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 有没有可能这个test的对象 它不是这样一个lan 而依然是这个test类的一个实例化的对象 但是最终iftest将不会打印出print as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来说的话 这个test它肯定 我们执行这样的一个c10模块的话 它是可以打印出反思来的 这个毫无疑问 这是符合我们正常的逻辑的 那么我现在修改一下这样一个test类 我在这个test类上面 定义一个内置的方法 ln 它是一个实例方法 sell 然后我retend一个0 我让这个这句话的意思 也就是说 让这个test的它的强度是0 那么现在我想问一下大家 还能不能打印出s来 我可以告诉大家 打印不出来了 可以看一下c10.py 对不对 没有s被打当出来了 相反的话 如果你加一个else分析了 它将进入else分析里 看见没有 是不是很有意思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判空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习以为常的 逻辑上的误区 永远不要热点 对一个对象 做这样的一个if else 判断操作的时候 它一定会进入if里面 即使这样的一个对象的取质 不是这样的一个n 它也依然有可能进入else分析 那么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 这样的一个现象 大家首先是要把这个观念 我刚说的这个观念 要把它给转变过来 我们先把这样的一些单名 把它给注释掉 我们现在来用这样的一个布尔 来进行一个真假的一个判断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熟悉一下 先从基本的先开始 我们可以看一下布尔Lan 它将打印出什么结果 然后我们再复制几个 比如说这里面是一个空的列表 你就举这两个实例看一下 我们会发现 这样一个布尔 这个时候我们的Lan 它将得到false 而这个空列表 它也得到false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布尔的像 我们的这样一个test 这个对象的话 我们会发现布尔test得到的也是false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做iftest的时候 不会进入if分析 而会进入else分析的原因 因为你在iftest的时候 这个test的取质最终的 和布尔的关系 是这样一个false 所以说它将进入else分析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假如说我现在把这个Lan函数 给注释掉 我的test类似没有这样的Lan方法的话 再看一下运行的结果 我们会发现布尔这样一个test对象的时候 它变成了true 那么我们之前说到过了 几乎所有的pathon对象在做if这个逻辑判断的时候 都和布尔类型之间有这样一个转换关系的 但是我们对于自定义对象来说的话 千万不要认为 这个test它存在 那么就一定是true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test的存在 它也有可能被布尔转换成false 那么到底是true还是false呢 是和test的它内部所定义的两个方法 是有关系的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其中的一个 这样一个Lan方法 那么还有一个方法 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样一个内置的布 这个方法 那么关于这两个方法 如何决定和影响test对象 它最终的布尔曲折 我们下期课继续 谢谢大家